各位早晨,今次我就用一支新的麥克風來錄,不知道質素如何 因為有位聽眾,他送了盒子給我,他連了麥克風 你也知道我現在搬屋途中,所以我用那支麥克風還未到,很多人就投訴我最近用的麥克風很小聲,所以我試試這個新的麥克風 不過anyway,這支是一支舊戲,是一支我很喜歡的恐怖片 我剛才發現原來我沒有說過這支劇,沒有正式錄片去評論這支劇 所以我也很想留個紀錄,不要經常說我不推薦的恐怖片 久不久都說了一兩出,雖然是舊戲 但其實沒所謂,因為這支劇我覺得是underappreciated 因為很多人是沒有看過的 但其實這支劇是一支好戲,是一支我可以推薦的恐怖片 這支劇,其實他當初出的時候,我也不看好 我是抱著一個看難片的心情去看 因為你看他的名字叫Sinister 早去兩年就有一個insidious 即是你抄人,連個名字都 他有一個出名的男主角就是Ethan Hawk 但我本身又不是特別喜歡他 所以對我來說就不太多賣點 我打算抱著送死的心態去看 誰知道看完之後,我就覺得完全超出預期 即是這支恐怖片的質感 他的故事就是說Ethan Hawk 他是一個作家 他寫一些書 說他如何去找回一些舊案 即是那些什麼Cold Case 很多Netflix 甚至Youtube 也有些人做這些節目 他就寫書 然後他就為一些案件去翻案 他就號稱會看到一些警察都錯過了的細節 警察找不到的真兇可以找他出來 他在很久之前,十幾年前 他就出了一本書 《一靈驚人》 即是他真的能破案 但已經過了很多年了 他也有其他作品 但只是一些不好的作品 所以這部電影開始的時候 就說他搬到一個新屋 他就去找一些新的靈感 去調查另一個Case 在那宗案裡 有一些家人 那些家人被人吊頸 那些電影弄死了 但是有個小朋友 就消失了 即是可能被人拐走了 那些這樣 就變成了一個原案 因為還未找回那個小朋友 那他調查的方向就是 要找出兇手 又或者找出那個小朋友 究竟被什麼人捉了 可以救回他 他就是這樣的電影 那他就去查 然後查查一下 他就發現更多奇怪的東西 例如在一個 之前被人殺了那個 那一班家 在那班人的家裡 他就找到一箱 影片 即是像Found Footage 現在那些人錄東西 用iPhone 那些 但是以前遠古的那些年代 就會留下一柄 錄影帶 即是一一卷影片 那些他就透過那些影片 就知道 好像有多些線索 有多些調查的方向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因為我不想說太多 因為他的故事其實都挺有趣的 那這齣電影 究竟我 因為我喜歡 我喜歡這一齣恐怖片 我可以解釋一下 究竟我為什麼 有什麼特別 為什麼我會特別推薦這一齣 其實作為一個恐怖片 他的拍攝 其實只是一般 他裡面就用很多 那些 jump scare 突然間 很大聲 例如 嘩 這些 這些 這樣 無緣無故 嚇你一人 那些 這些客人 其實是一般 是一些不好的手段 例如 如果我用這齣電影 去跟Insidious 去比 James Wann 拍的 那Insidious 就拍得好很多 這些位置 他不只是每次 他都有 他都有 用 jump scare 但不是每次都是 jump scare 但這齣電影 我覺得是太多 jump scare 那些手法 變成單調 所以 在拍攝上 其實 一般 只是作為一個恐怖片 我不覺得這齣電影 是特別恐怖 但是 有一件事 他做得很好 並且 大幅度 為整齣電影的恐怖感 提升了 就是 他那些 found footage 在這齣電影裡 他找了一些 有些是六幾年 有些是幾十年前 有些是十年前 有些是十年前 找了幾卷 就是那些 found footage 然後 在這齣電影裡 那個主角 他看的時候 你作為觀眾 你也看一份 而那些 found footage 我覺得他 好像有五、六出 他全部都拍得很好 差不多是拍得好 比這齣電影本身 哈哈哈哈 他真的製作得很好 那些短片 然後 因為 他沒有頭 沒有尾 但是 那些恐怖 那些恐怖 有時就是沒有頭 沒有尾 很不清楚 那你更加多遐想 幻想的空間 就令到整件事更加恐怖 就是好像 驅魔人 就是 那個結局 究竟 究竟 究竟發生什麼事 就是 令你更加多 幻想的空間 這齣電影裡的 found footage 我覺得 全部都拍得很好 所以 大幅度 為這齣電影 加了很多分享 令我的印象很深刻 其實有很多戲 都會用這些 例如 聽一些以前 古舊的錄影帶 錄音帶 那些 例如 打機也有 生化危機 找到一本notebook 又或者 聽錄音帶 錄影帶 那些 其實是經常用的手法 但我覺得這齣電影 運用得很好 這齣電影 是很幫助的 是為這齣電影 加訓 所以 這齣電影 很成功 然後 這齣電影 和這齣電影 最後的結局 是 可以連結在一起 所以 這齣電影 不只是一個 跟故事 是直接相關的 所以 我覺得 是 使用得太好 我覺得 是 所以 因為 這齣電影 在不同的 由頭 由中間 由尾 都不斷有些 電影 可以看 然後 連結結尾 為這齣電影 提供一個 coherence 由頭到尾 可以連結在一起 所以 我是十分之 讚賞 令到這齣電影 好像 他的故事性 好像很強 其實不是十分之強大 但是 他的結尾 好 然後 他用這些 電影 連結在一起 所以 令人有 那種 很滿足 那種 感覺 所以 這齣電影 我是十分之 推薦 還有第二集 他在第二集出之前 其實我是等了很久 我很期待 他有第二集 所以 第二集出的時候 我看了之後 我就覺得很失望 我很久沒看過 第二集 所以 所以 就順便在這裡 說一下 這齣電影 我十分之推薦 我給他的評分 是 我想 B至B減 這樣 就是 恐怖片 這算是一個很高的分數 在我的 標準裡面 是一齣我會推薦的恐怖片 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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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的